保险造福于民 金牌横元祥为您报时 观众朋友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向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给全国各地基层带来深刻变化 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大型系列报道 三个代表在基层 今天播出江西一春 普通党员涉港定泽 新庄百姓致富一方 四川感受成都119 李瑞环开始对斯洛文尼亚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正在希腊访问的李兰青 会见克里特伊拉克林省省长 格里法拉基斯和其他地方官员 浙江省温州市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加紧塑造 以信用城市山水城市为主要内涵的文明城市新形象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餐服务 为残疾人奉献爱心 数千台湾民众今天下午走上台北街头 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台独救台湾大游行 巴基斯坦对印度要求 巴基斯坦召回其驻印度高级专员表示遗憾 并要求印度避免对巴基斯坦无端指责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已经成为我们进一步推动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了兴起学习宣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热潮 推动学习宣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 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为党的十六大营造团结奋进 昂扬向上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 近日由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选派一百多名记者 组成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团 吩咐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深入企业农村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进行采访 反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经验和成就 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基层带来的深刻变化 采访报道各地基层学习宣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先进点 本台派出实陆记者参加了这次大型采访活动 从今天开始 本台在第一套节目新闻联播中 推出大型系列报道三个代表在基层 下面播出记者从四川江西发挥的报道 眼下正是干西地区农忙时节 宜春市胡田村村委会门前却是一片笑声朗朗 锣鼓声声 乡党委书记袁和庚 郑重地把二十个定则上岗证 颁发给了来自十三个村的普通党员 乡干部们告诉记者 这一年多已经有三百八十多名党员找到了自己为群众服务的岗位 然而就在几年前 群众致富无门对干部有意见 党员常年被冷落 党员涉港定则了 我觉得了 这是我们农村基层实践三个代表的一个有效的载体 这些党员天天和群众生活在一起 我们给他涉港定则 就是要让每一个党员找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位置 心中装着群众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科技师范港 勤劳致富港 民意收集港等四大类十五个岗位 在胡田乡的六百多名党员中设立起来 不久前 当记者来到这个乡王华村采访时 村民刘顺泉一把把我们拉进了他家的蔬菜大棚 满目的墨西哥食用仙人掌掌势喜人 他告诉记者 眼前这一切都是科技师范港的党员何德元帮助的结果 1992年何德元跑山东上浙江学习特种蔬菜种植 乡亲们看到老何种蔬菜致了腹 纷纷请他传授技术 可老何能躲就躲 说技术就是为了自己产生 如果我把技术告诉别人 多一个整体的小一份细小 同样是专家 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是有港了 有了港成员的责任了 有这一帮助大家提高技术 共同肌富 老何上了港又重新赶到了党员尖头的责任 他走东家串西家 传授蔬菜种植技术 在他的帮助下 全村两百多户群众走上了特种蔬菜种植的致富道路 现在我们的党员 上的港 这个 好整个港 飞的港 越用越港 口口细细 关系三个特别 好多我们的党员 关不省里面去 胡田的群众满意了 党员们为群众谋视的积极性 也高涨起来 修路驾桥打井 哪里有群众需要解决的难题 哪里就有挂牌上岗的党员 观众朋友 我们三个代表 在基层采访团 在四川采访的时候 一路上就不停地听见 有人向我们提起成都119 而我们翻阅了当地的报纸发现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成都119的报道 那么成都119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成都的老百姓又对他有着怎样的评价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我觉得老百姓对119的口碑倒是挺好的 就说就是有求必应吧 应该说 解老百姓的燃眉之急 有什么事你会想到 给成都119打电话呢 一般失火啊 这些 除了失火之外啊 这个家里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啊 你不想要是丢的拿不出来了 有时候给119打电话 请消防警 警消防他们能够暂时过来 他们就会来是吗 肯定会来 从这些普普通通的话中我们感到 成都的老百姓了解119喜欢119 不完全因为119是火警电话 更多的是因为成都119在老百姓的心里 已经成了救灾救险救助的代名词 不过耳听是虚眼见才为实 这里是成都119指挥中心 这块挂在墙上的今日要情牌上 我们看到不到中午 他们已经出勤19次了 其中火警两次 居民各种救助17次 11点05分 成都青阳区的杨女士又打来电话说 由于锁坏了 自己进不了门 我们也立即随同119救助队一起 赶到了杨女士的家 不到20分钟 成都119的战士就替杨女士打开了门 就是说在成都这个范围里 发生了很大的小小的事情 很多人就找到119了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呢 就是说我想打119 肯定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市民小事挂心上 大事面前 成都119的官兵们就更不含糊 对于从外地来成都打工的农民郑新华来说 98年11月18号是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在他施工的工地现场 景下发生了坍塌 当时郑新华就被困在深深的井底 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 求助的信号传到119指挥中心 救援的战士立即赶到现场 他们用一双双手 一点一点的将在泥土里挣扎的郑新华救了出来 郑新华得救了 而战士们的手上已经分不清是泥水还是血水 这样的故事在成都119还有很多 无论是油库泄漏还是房屋坍塌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四年来成都119共出警六万多次 最多一天达到89次 成都的萧德权大爷把四年来刊登119 抢险救援的消息剪贴下来贴在一起 已经有三大本了 为民太有劫难 应该全社会的真正和耐带 我从一个国产人来说 因为没有亲人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平时就很关注他们的业业度 我们事件江中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具体就要落实在我们的国项工作中 因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都是为人民群众排油戒烂的工作 所以只要人民群众需要我们 我们就要长期坚持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前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352号国务院令 国务院令说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已经2002年4月30号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 限于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各位观众 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帕霍尔的邀请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当地时间5月19号上午 抵达卢布尔雅纳 开始对斯洛文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帕霍尔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徐坚 以及使馆工作人员留学生华侨代表等 到机场迎接李瑞环主席 李瑞环主席的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李瑞环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并同帕霍尔共同会见了记者 李瑞环说 中斯两国和两国人民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建交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中方对中斯两国互利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李瑞环说 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 保持和发展同斯洛文尼亚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也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中方愿与四方一道为两国关系在新世纪 继续顺利发展而不懈努力 李瑞环表示相信 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双方增进彼此了解 加强相互理解与信任 巩固传统友谊 丰富双边合作内涵 李瑞环主席是圆满结束了对保加利亚的正式友好访问后 乘专机离开索菲亚前往卢本亚纳的 离开索菲亚时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主席森多夫等到机场为李瑞环主席送行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陶苗花以及使馆工作人员 也到机场为李瑞环主席送行 在保加利亚期间 李瑞环主席还于当地时间5月18号 会见了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大区区厂哈吉佩特罗夫 当天李瑞环还会见了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工作人员 留学生及吕宝华侨代表 正在希腊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兰青 当地时间5月18号晚 在克里特会见了克里特伊拉克林省省长 哥里法拉基斯和其他地方官员 李兰青说 在人类历史的常见中 克里特文明在希腊文明中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 而希腊文明又为人类文明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西两国是友好国家 两国科学家在贵岛进行了多项科研合作 并取得很大的成功 克里特岛是旅游胜地 双方可以在旅游领域深入开展交流与合作 相信今后中国同克里特岛的友好合作 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哥里法拉基斯对李兰青来访表示欢迎 他说中国近年来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卫生和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 克里特地方政府和人民愿继续努力为推动中西两国在经贸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互利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兰青适应希腊发展部长挫哈佐普洛斯的邀请于当地时间18号上午抵达克里特岛 开始对希腊进行正式访问的 5月16号至18号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住房公积金工作会议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会议上强调 温家宝指出 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储存财政监督 这是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新的形式下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加强公积金管理必须以这个基本原则为指导 总的要求是健全决策体制调整管理机构强化监督工作规范发展业务 努力把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一健全决策体制就是要建立统一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和管理的决策机构 规范决策机构人员的组成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第二调整管理机构就是各地区要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建立统一高效运作规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接隶属城市人民政府是非盈利性的独立的事业单位 不得挂靠任何部门和单位也不得投资参股或者兴办各类经济实体 第三强化监督工作就是要健全监督机制明确监督责任 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公积金使用管理的安全有效 完善统级监督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形成监督体系 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改进和强化专职机构的监督手段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提高监督水平 第四规范发展业务就是要依法运用公积金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积极发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温家宝强调 做好公积金管理工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一要统一思想 做好管理机构撤并调整工作 重点抓好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撤并调整工作 二要清产合资 认真做好移交工作 防止资产流失 对违规资金和逾期贷款要坚决清理回收 三要严肃纪律 做到四个不准 即在改革体制和调整机构过程中 必须认真执行各项政策 做到另行禁止 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借机私分财物 不准突击提干 不准擅自扩充编制 不准滥发奖金和实物 对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严肃查处 四要精心组织稳步推进 城市人民政府要抓紧制定工作方案 各级建设财政人民银行 审计监察房改房地产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协作 保证公积金的规级提取和贷款发放等工作正常进行 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主持了会议 建设部部长汪光涛就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有关问题做了说明 浙江省温州市近年来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正在加紧速到以信用城市为重要内涵的文明城市新形象 观众朋友 这里是温州市信用中心 它可以通过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套信用评估系统 对温州市各家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及时的采集和评估 信用中心从今年二月开始运营 到今年年底 温州市所有的三十万家企业 将全部纳入统一的信用评估系统 这是温州市建设文明城市的又一重要举措 信用中心采用政府推动企业运作的模式 从金融质量监督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 随时采集企业的信用数据 通过一套智能评估软件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 并形成信用报告 客户可以随时到中心或上网查询企业信用状况 从而使那些不讲信用的企业没有了藏身之地 而对于守信的企业 良好的信用记录又使他们受益匪浅 前不久一家外商准备和温州康奈集团进行合作 通过信用中心查询到康奈集团 没有不良的信用记录后 很快表示出愿意合作的意向 信用中心对我们企业树立诚信 起到很好的服务作用 但同时对我们感觉也有一定的压力 一旦我们的信用做得不好 对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就会带着很大的影响 守信则荣 失信则毁 在全国较早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温州人 对此有着切身的体验 因此温州在建设文明城市的过程中 将加强信用建设倡导商业文明作为工作的重点 在企业中连续十年持续开展信用竞赛 在个体工商户中实施讲求职业道德的系统工程 还在全社会开展了大规模的诚信教育 如今在温州 诚信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温州产品的声誉正在不断增强 在最近国家有关部门评出的 28种鞋类免检产品中 温州占了14个 通过这几年尝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 在决策会动使命当中 树立起协得文明的理念和价值规 所以信用温州的建设你 信心了诚信为本 超修为重的良好的社会风气 由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 中共云南省委联合主办的全国科技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今天上午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而原县拉开了帷幕 本次活动是正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 2002年科技活动周五个重点活动之一 在这里群众不仅看到了科普知识展示 还学到了像考验漂浮育苗这样的实用技术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个个咨询点服务台都被群众围得严严实实 许多科技资料更是深受农民朋友欢迎 贴近群众的科普示范活动 让近五万名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增强了他们用科技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餐服务 为残疾人奉献爱心 广西南宁市盲隆雅学校的贫困隆雅学生 日前收到了市里天陶实验中学全校师生 为他们捐赠的24台助听器 当孩子们带上助听器 听到美妙的声音 一个个露出灿烂的笑容 在大连 不少街道近日开展了与您同游新城市活动 组织残疾人到新海广场 滨海路 老虎滩等旅游景点参观 让他们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上海市残联在住残日 为全市的三千多名残疾人 免费送去了拐杖 盲杖 轮椅等用品用具 设计精细的多功能盲笔 聋哑人闹钟 让残疾人朋友们一个个喜上眉烧 为了解决残疾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 河北湖南等地 今天举行了首次残疾人就业洽谈会 数百名残疾人顺利与佣人单位签订了初步协议 山东福建等地的一些医院 还免费送医送药 指导残疾人开展康复训练 辽宁省成立了残疾人法律服务中心 为残疾人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帮助残疾人用法律保护自己 黑龙江 河南 新疆等地的青年志愿者 还通过医住医结队与残疾人交上了朋友 在第十二个全国住残日到来之际 国务委员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 司马懿爱买提在江苏调研时强调 各级政府要切实关心基层残疾人工作 努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他指出 做好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的工作 要坚持四项原则 一是政府主导 各级政府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 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二是社会参与 各类企业和社会团体要大力开展助残扶残活动 三是全民关怀 营造全社会积极为残疾人献爱心的氛围 四是自立自强 残疾人要身残至尖 努力为社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湖南 辽宁等地 通过在社区成立就业服务中心 多渠道多形式的开发社区服务岗位 为下岗实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在就业空间 位于大连南沙街道的胖扫社区在就业服务中心 在政府的扶持下积极开拓社区服务空间 推动了流动早点 净菜配送 干洗蕴烫 美容美发 治安巡逻等社区服务项目 两年来共安置下岗实业人员1850人 同时胖扫服务中心还帮助下岗职工在社区里创业 下岗女工王贵兰原来一个月收入只有200多块钱 还要供养两个正在上学的女儿 生活非常困难 去年她在胖扫服务中心的帮助下 在社区开了一家烙饼店 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目前胖扫服务中心已经帮助80多个下岗职工 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在湖南长沙 各社区就业服务中心把下岗职工集中在一起 从事家政服务 并向社区居民发售面值分别为 80元120元和160元的社区就业服务消费卡 居民只需打个电话到服务中心 就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帮助做家务或带小孩等 费用直接在卡里扣除 从事这一工作的下岗职工 每人每月可以有500到1000元的收入 截止到今年3月 这种消费卡已经在长沙市内发行了15000多张 服务工时达到20多万小时 全市共有45000名下岗职工 依托社区的家政服务实现了在就业 王进东是去年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参与者 他在天安门自焚事件中触犯了法律 在去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15年 目前在郑州监狱服刑 那么王进东是怎样在法轮功邪教的诱惑下 从一个普通人成为法轮功痴迷者 并在邪教的蛊惑下最终走上自焚道路的呢 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王进东一家住在河南省开封市 他和妻子何海华经营着一家卖旅游用品的小商店 1996年王进东在他老朋友薛红军的介绍下 开始练习法轮功 在他的带动下 王进东的妻子和女儿也很快开始痴迷法轮功 李洪志正式将法轮功经文中的暗示和诱导产生的幻觉 当作控制法轮功练习者的手段 王进东一家也正是这样才相信 只要跟着李洪志走就能实现所谓的圆满 从而进入法轮功所说的天国世界 在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下 为了实现最后的圆满 2001年1月23号下午 王进东和刘云芳等七人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 当王进东自焚时 他的妻子何海华和女儿王娟也因参加所谓的护法行动 被开封市公安局依法拘留 2001年2月27号 他们因扰乱社会秩序背叛劳动教养 在劳教所里 干警以情动人以礼服人 使他们最终明白了法轮功所谓的圆满 实际上是一个骗局 2001年12月20号 当王进东看了法轮功的又一起杀人案后 他更加对李洪志产生了怀疑 像不一定这样的人 像他们的人 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上 谁来负责责任 后来我就想了 既然是有这么多的案例 这么多的惨案发生 你师父为什么不管呢 难道你就是这样的珍惜你的弟子吗 据了解 最近王进东在监狱里写了一个几万字的自己在自焚前后的经历 题目是愚昧死亡心生 这个标题正是他这段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有关详细内容 请看我台一套节目 今明两天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 今天下午 数千台湾民众走上台北街头 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台独救台湾大游行 游行群众冒着高温挥动写有反台独中国统一等字样的旗帜标语 并高喊反台独救台湾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等口号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等游行主办单位发表了向台独说不 反台独暴力宣言 宣言指出 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台独政策和李登辉的台独法西斯并不能代表台湾的民意 宣言要求台湾当局放弃台独政策 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遵守九二共识 重启两岸谈判 开放两岸三通 游行活动始终和平有序的进行 但游行队伍按照申请路线 来到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时 却遭到警方的拦阻 东地问当选总统古斯芒 过渡内阁首席部长阿尔卡蒂里和制限议会议长卢奥洛 18号在蒂里共同会见了前往东地问出席独立庆典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嘉玄 唐嘉玄对东地问独立表示热烈祝贺 他转达了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对古斯芒等的亲切问候 并向古斯芒转交了江主席就东地问独立致古斯芒的贺信 他说中国和东地问建交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支持东地问加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和地区组织 支持联合国在东地问独立后继续保持相当规模的存在 并将继续派民事警察和官员参与驻东地问支柱团的工作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将于5月2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临行前霍华德在首都堪培拉接受了中国驻澳大利亚记者的联合采访 霍华德说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第三次访华 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在任期间访华次数最多的总理 他说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 自他1997年访华以来两国贸易额已经翻了一番 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特别是中国深澳成功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两国合作机会进一步增多 关于台湾问题霍华德明确表示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澳中关系的基础 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国的政策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阿奇兹汉18号发表声明 对印度要求巴基斯坦召回其驻印度高级专员表示遗憾 并要求印度避免对巴基斯坦无端指责 声明说巴基斯坦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巴基斯坦没有鼓励恐怖主义 与14号在印控克什米尔查莫附近发生的暴力事件毫无关系 声明还称巴基斯坦将继续为消除巴印两国紧张关系 和实现两国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而努力 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18号讨论了印控克什米尔14号发生武装分子袭击事件后 印巴关系的最新发展 决定要求巴基斯坦召回其驻印高级专员阿什拉夫·杰罕吉尔 并限期在一个星期内离开印度 下面请看简讯 为期两天的第二届欧盟拉美国家首脑会议 18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闭幕 与会的15个欧盟成员国和33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 签署了旨在加强双边关系 并强烈谴责美国实行单边主义政策的马德里宣言 会议期间 欧盟与不属于任何拉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智力 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继墨西哥之后 欧盟同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协定 下届欧盟拉美国家首脑会议将于2004年在墨西哥举行 目前拉美已经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目的地 根据爱尔兰首都杜柏林三个电子投票站的初步统计结果 由爱亨领导的共和党已经在17号进行的大选投票中 获得一半以上的议席 另外一些地区计票的初步结果也表明 共和党的得票率远远高于其他政党 现任总理爱亨已经稳操胜券 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共和党能否在这次大选中 赢得单独阻隔所需的压倒性多数议席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我喜欢